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扣税凭证的种类和抵扣的力度 就刚才已经跟您说完了 我们再给您总结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食品厂它购入农产品 它取得的扣税凭证 或者它开具的扣税凭证有什么 要么就是农民老大爷 他开出了叫农产品的销售发票 要么就是我这个食品厂 我自己带过去的收购发票 要么这就是咱从国内的其他的生产企业 或者叫做自己这个是正式的一个企业 来收购的大豆啊等等 就是专用发票 要么就从国外买的 那就是进口政治税的专用交换书 了解一下就完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刚才说完了这个以后 再来说抵扣的力度 抵扣力度我不想再说了 您就记住了 只要您收购的农产品 然后拿这个农产品做成的货物是13%的 您的抵扣力度都是可以按10% 但如果您买进来这9%的农产品 然后最后您又把它当农产品卖出去了 您依然还是9% 这不就完了吗 抵扣力度用于生产或者委托加工13%税率的货物 您看看是不是通通都是10%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对吧 那么用于除了第一项以外的其他情形 你看是不是全都是9% 如果以上两项毁用没有分开核算的 你没有分开核算 那就是惩罚嘛 都是9%的 所以我就不想再多说了 了解一下就完了 好 那么接着呢 我们来给大家举个小例子 您来感受一下啊 他说某食品厂 你看 但凡跟农产品刮钩的 都是食品厂 某食品厂系一般纳税人 2022年10月 他从农业生产者 农业生产者就是农民啊 我告诉你 从农民手中构进大豆 大豆就是农产品 并在当月全部用于生产 当月全部都用了 生产品用了 当月就按10%来计算抵扣了 他说农产品的收购发票上 说明什么 说明食品厂自个儿 割书包里带过去的 收购发票 在收购发票上 注明买价是5万元 然后他还支付了个运费 取得运输企业 运输企业系一般纳税人 给他开具的专用发票 上注明的运费 还有2000块钱 计算食品厂的 进项税额和采购成本 您看看 食品厂 他采购农产品的时候 收购发票就5万 说明他就是给农民 一共就给了5万块钱 所以大家看一下 5万块钱 1 2 3 4 5万块钱当中的10% 是进项税额 为什么是10% 因为当月 看见了吗 当月全部领用了 相当于是5000块钱 就是他进项税额 那么5万减5000呢 45000块钱 就是他的成本 如果您学会计 在初级里面 我们就学过采购存货 那么相当于是运费 也要进存货的成本 因为我们在会计准备当中 第一号就是存货 他就是说 存货的采购成本 是为了买这些东西 所支付的运输费 装卸费 保险费都要进 所以您看 他的运费2000 是不是也要进到 他买的这些 大豆的身上去 进成本 那相当于是 他的大豆的成本 是多少钱 采购成本 我们这么一算的话 那就应该是45000 加上2000 等于47000 对吧 你看我写着 47000 那您再看一下 这个食品厂 它的进项税额是多少呢 见项税额有一个 它计算抵扣出来的5000 有一个 您看 它取得的是运输企业 给它开具的专用发票 注明运费2000 专用发票上 价跟增值税是分开写的 只要一说 专用发票上的运费是2000 说明不含增值税 那么增值税是多少钱呢 您知道了 以不含增值税的2000 去乘以交通运输服务的税率啊 我们讲过 3加3 用的是9%的 第一个3 不就是交通运输服务 邮政服务 以及电信服务当中的 基础电信服务 9%啊 那你一看就知道了 它这个运费 也能带进来进项税额 这个进项 当然它带进来 它也得掏出去 它给人钱 人家才给的这张票 对吧 那么它带进来的是2000 乘以9% 对180 那就相当于 它的进项税额 应该是180 加上5000 等于5180 您看对吗 对 看见了吗 为什么是10% 而不是9% 就是因为在当月了 然后您看 这是不是运费的 9% 5180 那您再看看 它这些大豆 原材料 它的采购成本 是不是47000 您看是不是47000 这不像那5万的90% 再加上运费 运费要进成本吗 47000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就OK了 那么说到这儿呢 我们关于农产品 不管是平票抵扣进项税额 还是计算抵扣进项税额 就都说完了 还有一种比较另类的 那就叫做核定抵扣进项税额 所谓的核定呢 它有自己的方法 那为什么要核定 为什么不是平票 为什么不是计算呢 是因为 就是有一句话什么 什么不作就不死 你太作了 然后税务局就不容忍了 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食用油的生产企业 花生油 常年要跟李老头打交道 从他那买花生 对吧 那这时候正常来讲 我们李老头给我开不了 增速征用发票 我们也可能会有一个收购发票 我们也可能会有一个销售发票 这都是被核有机关监管的 联号的那种发票 都可以啊 但是在这里面有个问题 随着你数次找李老头去收购他的花生 关系会越来越好 所以当这个食用油的生产企业 找到李老头的时候 我就说哎 这回这花生多少钱呀 李老头说了 30万 跟你钱一样 哎 这时候这个食用油生产企业说的 我给你35万 行不行 对吧 那李老头说哎呦 还多给 但有一点 咱们能不能在这个收购发票上 咱写300万 正常来讲 人家要30万 我给你35万 但是咱们在收购发票上 咱写300万行不行 李老头说 慢慢写300万 写500万都行 你爱写多少钱写多少钱 因为你写了这个钱数 是跟税务局那儿进行对接 是从税务局那儿当镜像笛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多给我5万块钱啊 你愿意怎么写怎么写 所以你会发现 像这种常年跟农民 有这种收购交易的纳税人 他往往就会在这个收购发票 和销售发票上做文章 你看如果明明花出去了35万 他写成300万 对吧 你300万乘以最终 假设 他卖的假设 他最后卖的橄榄油 还是橄榄油 还是花生油等等 那他的税率是9% 那他肯定还是抵扣 抵扣也是按9%来计算抵扣 你看看 他要是按9%来计算抵扣的话 他虚增了多少金箱了 我的天呢 300乘以9% 27% 他就相当于是给了大爷35万 对吧 给了大爷35万 27万都可以作为进相来底了 然后你想想 35万减掉27万 他的原材料成本才8万 那花生才8万块钱 他成本这么低 他不是全是正的吗 在他定价一样的情况之下 对吧 他利润就会很高 那不是相当于侵犯了税务局的利益吗 所以税务局说了 像你们这三大行业 哪三大行业啊 奶制品 那就是跟奶农长期打交道 还有油 还有酒 这三大行业 你们别再按原来的那个方法 你们太作了 你们怎么办呢 也不能不让他们抵 因为他们毕竟也离不开农产品 所以说你们啊 卖了多少 我根据你的卖的这个数量 来给你核定 你能 你会耗用多少原材料 那你就能够抵 耗用的这部分原材料的景象 那就是 他是以销来定金 这是说太作了 如果不是这种情况 数次发生的话 咱们国家也不可能出此下策 对吗 但是教材在这儿 把原来的 比如说我们会用到的 投入产出法呀 成本法呀 参照法呀 都给在删了 那就是好事 所以我认为在这儿 考到的概率真的非常低 你可以听一耳朵就玩 来看一下啊 说这个核定抵扣啊 他说的是 从12年7月1号开始 那就十多年了嘛 在12年7月1号开始 以构进农产品为原料 生产并销售液体乳 及乳制品 比如说奶酪 对吧 还有酒 及做酒精的 还有做植物油的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给他纳入到农产品增值税 进向税额 核定扣除的范围之内 其构进的农产品 无论是否用于生产上书 你说了 我买进来的 我根本没有生产液体乳 对吧 我我都是生产粉笔去了 那我也不管 那不管你是不是 是否用于生产上书产品 增值税的进向税额 都是按照我们这里边说到的 核定扣除 这个试点来办 你知道一下就完了 但是具体的方法没有讲 看见了吗 核定的方法包括投入产出啊 成本参照没有讲 后面提到了 说核定扣除啊 它就是以你销售产品 你销售的是什么 销售的是植物油 对吧 销售的是酒 销售的是奶制品等等 是以销售这些产品为核心 来核定你的进向税额是多少 其实就是销售扣水 以销定进 基本上就删除以后呢 它又提了两种情况 哪两种情况呢 了解一下就完了 第一种情况 就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酒的生产企业 对吧 酒嘛 比如说高粱酒 他就要长期买高粱啊 然后就说了 说这样的人购进农产品 如果直接销售的 因为他买进来的高粱以后吧 他没做成高粱酒 他就把这个高粱又给卖出去了 他要做成了酒 其实就相当于是要用这些方法 来核定能抵多少 他现在他没有做成酒 他买进来的高粱 一看又会受疫情影响 这高粱酒不好卖 我不做高粱酒了吧 高粱就卖了吧 这时候你一卖 高粱是农产品啊 你一卖就会按9%来算你的销项 那镜像我不能不让你抵啊 毕竟你是一般纳税人啊 这种的镜像怎么抵呢 你看啊 在这里啊 特别合情合理 他说 这个酒厂 构建高粱 直接把高粱就给卖出去了 那么这时候这个高粱 它的镜像是以后 是按照以下方法来核定扣除的 什么呢 当期允许抵扣的高粱的镜像税额 等于当期卖的这些高粱的数量 去除以一减损耗率 你想啊 我作为这个酒厂 我买进来了一吨高粱 当我在卖的时候 它兴许就没有一吨了 它不可能高于一吨 它有损耗啊 它可能就会还变成0.98吨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一旦买进来了一吨 然后卖出去了 不做高粱酒了 原封不动的卖出去 一卖你就会发现不到一吨了 对吧 不到一吨了 但是你不到一吨 不管你有多少吧 你卖出去 你都会有一个销售额 你有一个销售额 就会有销向税额 那镜像税额怎么办 镜像税额 就根据你卖出去的这些东西 处于一个一减损耗率 你看 当它处于一减损耗率的时候 其实就还原成 你当时买了多少 比如说 你看 我们当时买的是一吨 现在呢 还有0.98吨 用1减掉0.98 现在是0.02 对吧 那现在是2%吧 2%的损耗率 对吧 1乘以2%的损耗率 所以可不就是0.02吗 就是您看一下 销售 当期销售农产品的数量 比如说您卖了 不是一吨了 0.98吨 然后除以1减损耗率 损耗率2% 损耗率是什么 损耗的数量 除以够近的数量 乘以100% 你看 我们用0.98 0.98 然后去除以98% 正好等于1 然后相当于是 相当于是从这儿 我们定的是数量 给它还原成了 当时买是多少吨 然后我们再乘以 当时一吨多少钱买的呀 说一吨 3000块钱买的 OK 看见了吗 农产品的平均购买单价3000 因为您当时是从农民那买的 农民也给你开不了 增值税的专用发票啥的 你可以计算抵扣啊 所以我们就认为 您这3000块钱里面是含着增值税的 所以我们先做价税分离 除以1加9% 当我们拿着3000块钱去除以1.09 相当于是这些高粱 它只值2752块2毛9 然后再拿它乘以9% 净相税额就出来了 看见了吗 此时就相当于是 我们一旦买进来的高粱 再把高粱原封不动的卖出去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有损耗 那么我卖出去的多少 拿这个卖的这个数量除以1减 损耗率就能还原成我当时买进来的量 然后再拿这个量去乘以当时的单价 就相当于还原成了我当时为了买这些高粱花了多少钱 那花的这个钱说里面 我们就给了它这么多钱 说明里面含着增值税 我们再拿它除以1加9% 再乘以9% 这时候你卖出去的这些高粱 所能抵的镜像就出来了 所以您看 比如说这些高粱被我卖成了多少钱 比如说被我卖了不含增值税3700 因为我是一般纳税人嘛 我网外卖是可以开增值税中发票的 不含增值税3700 那这时候您看 相当于是我的肖像 我这个是个酒厂 买进来的高粱又卖出去的高粱 3700乘以9% 看见了吗 这忘写俩零了 3700乘以9% 你看一下 不含增值税卖了3700乘以9% 我的肖像是333 那您看我的镜像是多少 我的镜像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卖出去的是0.98吨 我拿销售的0.98吨 去除以一减损耗率 损耗率就是我们刚才说 损耗的数量除以购金的数量 假设就是2%吧 那相当于是0.98 0.98 除以98% 等于一吨 对吧 还原成一吨了吗 然后这一吨呢 高你3000块钱 所以乘以3000 然后再除以1.09 加税分离 然后再乘以9% 哎 出来了247 看见了吗 等于247.71 这时候您看看 是不是酒厂 把买进来的高粱 没有做成高粱酒 直接把高粱卖出去了 相当于是肖像是333 镜像是247.71 它的英纳税油不就出来了吗 你要是没有卖出去 没有形成这个肖像 我们现在都不让你抵这个镜像 必须要以肖定进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B 这个B是什么意思呢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依然还是一个酒厂 我要买高粱 对吧 正常来讲 买进来的高粱是农产品 然后做高粱酒 这正常来讲啊 你做出来是高粱酒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产品了 但是它就会用到什么投入产出法等等 现在我们不讲这个做成酒了 我们现在刚刚才说的是 买进来的高粱 要把高粱原封不用的卖出去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酿酒的过程当中 或者我们在生产液体奶的过程当中 或者在做植物油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需要高粱杆 这个高粱杆呢 让它燃烧 燃烧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能把这个酒啊 做出来 我们就能够把这个奶啊 做出来 就能把这个油啊 做出来等等 那么这个高粱杆 它也算农产品啊 我们也是要花钱 从农民手里买的 那么这时候一旦 它有功不可没嘛 因为它一燃烧 我们就可以生产出这些货物 这些产品 那么它的镜像怎么抵呢 很简单 就看耗用多少 耗用了 比如说高粱杆 耗用了三吨 然后一吨呢 是1500块钱 那好 您看这是当期允许抵扣的 这个高粱杆 它的镜像税额 等于当期耗用的数量三吨 然后农产品的平均购买单价 大爷卖给我一吨是1500 你看这不相当于是4500了吗 拿4500去除以 一加扣除率 您看在这儿啊 我们说你 你看 就这句话 是点纳税人 构进高粱杆 用于生产经营 对吧 你构进高粱杆 不用于燃烧吗 燃烧不就是用生产经营吗 对吧 那个奶就容易熟啊 或者油就能做出来 对吧 说用于生产经营 但是它不构成货物实体的 比如说你构进来 是用于当包装物的 什么当辅助材料的 当燃料的 当这个低支一号品的等等 这时候你的镜像税 是按照下列方法 那么此时您看 这个和这个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当我们把高粱买进来 再卖出去的时候 毕竟就是农产品的买进 和农产品的卖出 本身都是农产品 没变化 所以你会发现 它就是固定的 扣除率就是9% 但是当我们买进来高粱杆 把高粱杆一燃烧 最后做出来是9 你可别忘了 9它是13%的税率 往外卖啊 所以这时候我们允许 你核定抵扣的时候 让你按10% 作为扣除率 看见了吗 所以这个扣除率 我们不能写 我们不知道 你最后做出来 到底是9 还是食用油 还是奶 如果要是我们前面 54页 就基础大通关里面 54页说的那个鲜奶的话 那就9% 对吧 所以这时候 这个扣除率 到底是9啊 或者是10啊 谁也不知道 那要是奶的话 那就是9 油 也是9 食用油 那如果要是9 就是10 所以这个您了解一下 就完了啊 这个并不重要 您知道一下 根据我跟你讲 那个例子 说的其实就是特殊行业 埋进来的高粱 卖出去的也是高粱 这个呢 是把高粱杆给烧了 给用了 高粱杆本身也是高粱当中的一部分 它也算农产品 明白了吧 好 那么说完这以后呢 我们是终于把农产品搞定了 农产品考试的概率并不高 但是你也知道 它大概的思路就OK了 接下来我们就耳目一新了 换新内容了 什么新内容呢 第五 那就是关于纳税人 就一般纳税人支付的道路啊 桥啊 闸呀 这样的通行费 按照以下的规定 也是可以抵扣进项税额的 大家想想 像你我这种老百姓 我们还天天交什么 这个这个道路通行费吗 我们上班 基本上就是离家都很近 对吧 真正去交这种通行费的 其实大部分还都是搞生产 搞进行的企业 他们要去拜访客户 他们要去采购原材料等等 所以这时候你拜访客户 是为了更好的卖 采购原材料 是为了更好的生产 所以这些 你支付出去的这些通行费 我们都允许你抵扣 见项税额 所以大家看一下 它也是鼓励你 这个各种拜访客户啊 或者各种拜访 这个这个这个 供应商啊等等 对吧 所以您看一下 纳税人 因为我们本节讲的是 一般计则方法 这个纳税人都是一般纳税人啊 说一般纳税人支付出去的 道路的通行费 这种道路的通行费 您就记住了 我们国家现在除了高速公路 什么一级公路 什么二级公路 所有道路的通行费 全国联网 您交出去的钱 国家税务总局 是有后台数据的 所以这个时候 国家税务总局 它有一种票叫什么 叫做收费公路 通行费增值税 电子普通发票 有人说了 我是一般纳税人 凭什么给我开普通发票 给我开转用发票 不是这样的 是我们国家 对于道路通行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所有道路的通行费 都是统一的普通发票 但是这张普通发票 不是最原始的那种 纸质的 它是电子版的 叫电子普通发票 这张电子普通发票 既会开给你 赃值税一般纳税人 也会开给我小规模纳税人 更会开给普通老百姓 但是只有一般纳税人 得到了这张电子普通发票 是可以根据上面的税额 来做进项抵扣的 小规模纳税人 根本没有勾选这一项 个人也根本不上 这个操作平台 对吧 所以你就记住了 它虽然叫普通发票 但是它是属于面向 它的面向所有给它交 道路通行费的人 它都得开一样的票 不能说 因为你只是开车一过 人家还问你 骂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是一般纳税人 还是小规模 没必要 人家不会问你这么多 统一全都是开的电子普通发票 但是只有一般纳税人 得到这张票 是有抵扣机会的 让你抵扣 所以您看一下 纳税人支付的道路通行费 按照收费公路 通行费 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上 著名的增值税额进行抵扣 但有一点 我们国家对于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确实全国联网 确实有统一的票据进行收费 但是你知道我们国家的桥有多少吗 你知道我们国家的闸有多少吗 我就知道天津有个唐沽区 唐沽区那就有闸 你过去的话 就要收那个过闸费两块 好像还有 好像就是它根据车不同 它还不一样 所以这种过桥费和过闸费 国家现在还做不到 全国统一系统 统一收费 统一开这种 电子的普通发票 做不到 那怎么办呢 所有交钱的人 都会拿到纸质的票 纸质票的时候 我们允许你计算抵扣 当然你只能是一般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肯定不让抵 对吧 所以您看一下 说这个一般纳税人支付的 桥的通行费 或者是闸的通行费 暂时都是凭取得的通行费 发票 那是纸质的啊 通行费发票 来计算抵扣 进项税额 那么这时候就有很多会计说了 自从我们国家 这个营改增之后啊 这个进项税额呀 哎呀 好多计算抵扣的 算出来以后都毛八七的 都几毛几分的 弄得很烦 没办法 但是这是企业的权利啊 一般纳税人 这就可以抵这个进项啊 因为我去拜 我去拜访客户了 我交的这个过桥费 我交的过闸费 他就是能抵扣的嘛 他就是为了扩大生产 扩大销售的嘛 所以这时候您看一下 他怎么来计算 抵扣进项税额呢 这时候进项税额 等于您交付出去的 桥的通行费 或者闸的通行费 这个发票上著名的金额 比如说您支付了五十块钱 您就拿五十块钱 去除以一加百分之五 来乘以百分之五 这时候大家想想 为什么是百分之五呢 您想您是支付过桥费 过闸费的这边 您是要抵进项的 那您支付给了对方 对方是收过桥费的 是收过闸费的 那么他往国家交多少呢 如果他是一般纳税人 相当于是 他收咱们过桥费也好 过闸费也好 相当于是在这几秒钟之内 他把这块不动产 就租给咱们了 他就是不动产租赁 对吧 正常来讲 他收的这就是不动产租赁的 这个租赁费 这五秒钟 让你过 对吧 这三秒钟让你过 这就是一种不动产的租赁 那如果收了过桥费 收了过闸费的人 他要是按照税率的话 他得给国家按9% 交销项税额 那他要按9% 交销项的话 我们这里边就应该按9% 来抵进项 对吧 但是有一点 我们在前边 跟您说过 征收率 也就是说 一般纳税人 在特殊的情况之下 比如说这个收过桥费的 收过闸费的这个公司 不管是国企也好 私企也好 他是可以选择 减一计税的 为什么说他是可以选择减一计税的呢 是因为他在修这个桥的时候 他在修这个闸的时候 原来他是相当于是租赁嘛 对吧 原来他是交营业税的 所以说他在修理的时候 他买那些东西的时候 他可能根本没抵过进项税额 所以此时 我们对于收过桥费 收过闸费的这些经营企业 虽然你是一般纳税人 我们是允许你选择减一的 一旦允许他选择减一的时候 他就要用征收率 而他征收率是多少呢 这就相当于是卖房子 租房子 卖地 租地 这其实过桥费也好 过闸费也好 他就是在租给咱这块地 五秒钟之内 我租给你 让你过 然后你交五十块钱 就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在这儿 大家跟我翻开 您的基础大通关 在基础大通关的第五十八页 大家跟我来看一下 五十八页 往下 这个点我们还没有细致讲解 是到第八节才会涉及的 五十八页 大家往下看 找不动产租赁 在不动产租赁 找括号五 您看 是不是一般纳税人 当他收取的试点之前 所谓的试点 就是二零一六年五月一号之前 就开工的一级公路 也就是说 他在银改增之前 就开始买油毡 开始买立青 就开始修这个一级公路 他就开始修这个二级公路 他就开始修这个桥 他就开始修这个闸 他当时修的时候 他是营业税纳税人 他没抵过进项 如今他光坐那儿 等着收费了 收过桥费 收过闸费 你让人家立马 就按照增值税 百分之九算销项 人家没什么可抵的进项 那这时候我们允许他选择简易 当时这时候 他选择简易的时候 他的征收率是百分之五 正因为他有可能选择简易 他给国家交百分之五 所以我们支付给他 我们也最多能抵百分之五 问题就在这儿了 您看 是不是桥闸通行费 当他选择适用 简易及时方法的时候 您看看 他的征收率是不是五 最左边这一列 是不是五 没错 所以有些人总问 我为妈这是五呢 是因为 正常来讲 收过桥费的 收过闸费的 他要是一个一般纳税人的话 那他都应该是百分之九的 但是他有可能选择简易了 就是因为 人家在投入前的时候 在开始修的时候 人家还是营业税纳税人 等到人家都弄好了 就等着做而收钱了 你给他改成增值税纳税人了 那么这时候 人家的税率是百分之九 他没什么可抵的进项 所以我们允许他选择简易了 我们一旦允许对方选择简易了 我们这边抵 自然也就不能抵太多了 那就只能给你按百分之五来抵了 所以这里边一定要记住了 我把道理讲清楚了 您就知道了 支付的过桥费过闸费 都是百分之五的 但您知道吗 高速公路不一样 如果这个公司 它是经营高速公路的 高速公路 它跟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修起来难度不一样 所以即使 您这个高速公路 您刚开始修的时候 您还是营业税纳税人 还没有改 还没有营改增了 对吧 您买砖头啊 您买所有东西 您都没有取得这种发票 一旦您都修好了 坐那儿等着 开始收高速公路的钱了 这时候 虽然您是一般纳税人 是允许您选择检疫的 允许您选择检疫的时候 您的征收率 还真不是百分之五 是百分之三 为啥呢 是因为您当时 修这个高速公路 太困难了 太受累了 所以我们只收百分之三 好 这一点呢 大家了解一下 就OK了啊 您知道一下就行了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 关于支付的道路 就过路费 过桥费 过闸费 尤其这个过路的这个 全国统一联网了 好 接下来又是一个 耳目一新的 单独的一个政策 他说的是 按照规定不得抵扣 且没有抵扣过 进向税额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不动产 一旦发生用途的改变 说用于允许 抵扣进向税额的 应税项目了 这时候可以在 用途改变的下个月 这时候一定是下月 因为你在抵进向的时候 国家就是能让你 抵就不错了啊 不能当月 下个月抵 下月按照下列公式来计算 可以抵扣进向税额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华为人总 说了啊 这员工租房太贵 买个楼 给员工当福利 给员工当宿舍 您看 当人总 华为公司 一般纳税人 他去买个楼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楼是一个亿 您光给他一个亿行吗 当然不行啊 您买原材料也是 您给人一个亿的原材料钱 您再给人家一个 一千三百万的增值税钱 对吧 但是楼 您知道不动产 这个不动产的销售 人家房地产企业 卖给他的时候 我们说三加三加一 用百分之九的税率 对吧 那那个第二个三不就是盖房子 然后是租房子 卖房子 都是百分之九的税率吗 所以这时候人总呢 他除了要给人家一个亿之外 一个亿 然后呢 他还要给人家一个百分之九的增值税 那就相当于是九百万的增值税 这时候大家想想 当我们购进来的 其实当然我们后面 我们后面会给你讲 此时其实是不能抵扣的 就跟我们前面讲那个失踪销售一样 购进来的货物 我们把这个货物改成楼也是一个道理 购进来的东西 用于集体福利 用于个人消费 我们没让你失踪销售 没让你失踪销售 那么进相就不能抵 所以当他买这个楼的时候 他就知道是用于给员工做福利的 他压根就没抵进相 当他没抵进相的时候 他怎么做账呢 应该是借固定资产 一亿零九百万 然后是贷银行存款 一亿零九百万 没有抵进相 但是没成想 假设住了三年 从第四年开始 有员工说这个楼闹鬼 又不住了 那人总说了 既然闹鬼都晚上闹 要不咱白天办公行吗 所以这个楼相当于是就改成了什么 办公楼 你想如果这个企业买进来的办公楼 他能不能抵进相 当然可以抵了 这就相当于是买的时候不能抵 等到这个转变用处以后 就变成能抵的了 那从什么时候呢 是从转变用途的下个月 那怎么抵呢 您看他当时没抵 他的初始入账肯定是一亿零九百万 如果他三年提出去了折旧两千万 那就相当于还有多少 一个亿 然后再加上九百万 比如说他提了折旧两千万 说明他还有八千九百万 这时候就拿这八千九百万 去抵进相税额 因为你前三年那两千万 你都已经是员工在使用 那么那部分的进相税额 自然是不能给抵的 现在这八千九 其实含着税的 因为你初始入账的时候 就把增税含在里面 那么您就拿它去除以一加百分之九 再来乘以百分之九 这不就相当于是这个不动产的净值 除以一加税率乘以税率嘛 所以您看 可以抵扣的进相税额 等于固定资产也好 无性资产也好 不动产也好 它的净值 这个净值是什么 把折旧减掉 然后除以一加百分之九 这个税率再乘以税率嘛 而且告诉您 任总你当时买这个楼的时候 你就得取得专用发票 你说来我用于集体福利 我用于个人消费 你不管用于什么 你是一般大选 人家是可以给你开专票的 你开了专票 你不抵不就完了吗 你不勾选 作为进相就OK了吗 所以这时候 如果你说你买的时候 你说我给员工 反正也抵不了 不用开专票 我开张普票 那完了 一旦你得到的是普票 再转变用途 也是不能抵的 因为要想抵 专票是第一位的 所以大家看一下 上述可以抵扣的迹象 是应该取得合法有效的 增值税的扣税凭证 你拿普票是抵不了的 这个了解一下就行了 接着我们来看看 这么一道题 它说 以下属于可以抵扣增值税 进相税额的凭证 是什么 因为咱们不是 先算出肖像 在肖像后面就要知道 哪些能抵啊 你看A 说如果是从境外的单位 或者是从境外的个人 构进了他们的服务 构进了他们的专利权啊 就是无形资产 或者构进了他们在北京的一个不动产 这个北京的不动产 不一定都是中国人的 不一定都是中国企业的 那有可能是德国企业的 对吧 我们从德国人手里买进来了 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的一个房产 很有可能啊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会取得的 结缴税款的完税凭证 那就相当于我扣他的增值税了 扣了德国企业增值税 这时候我们能不能作为进相来抵扣啊 能啊 这不就是给你举那个小米公司的例子吗 当然可以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这也是我们说的 它就是专用发票当中的一种特种发票 然后再看农产品的收购可以 农产品的销售可以 对吧 我们一说农产品的销售 那是大爷家里 大爷抽屉里面拿出来的 我们一说农产品的收购 就是您自己带过去的 OK ABCD都是 看见了吗 选项C收购方开局 就是我们收购方买方 然后选项D就大爷开局 了解一下就完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说一个 是跟保险公司有关的 它说的呢 是关于保险服务 进相税额抵扣问题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是A企业 那我们这个企业有汽车呀 大家都知道 机动车是要上保险的 那我们找谁上的呢 比如说找 这个咱们说人保吧 人民保险公司 上的这个车险 那么这时候在合同当中呢 就说了 一旦我们企业这辆车 要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啊 要是有回损啊等等 保险公司承担什么责任呢 它承担的是一种 实物赔付的责任 我们后面也会讲到一种 叫做现金赔付 它不一样 也就是说 人家人保公司跟A公司说了 你在我这儿 给你的车投保 将来车一旦坏了的话 我给你负责修 它这一负责修 相当于是人保公司 找到汽车的4S店来修 那么此时人保公司就会得到 因为相当于是汽车的4S店 提供的是加工修理修配的劳务吗 那么汽车4S店 就会收到增值税 这笔增值税是谁给的呢 就是人保公司 给付出去的 那么这时候就问 人保取得这样的镜像 能抵吗 当然是可以抵的呀 那么在这里面除了对车 就机动车提供保险之外 还有一些企业 他对他的设备也会要投保的 比如说有些中字投的企业 什么中海油啊 什么中石化呀 等等那种大型企业 他们的设备都很贵的 所以他往往就会找到保管公司 找到那种财产保管公司来投保 一旦出了事以后呢 保管公司就说了 一旦你们这个设备坏了 我负责给你找人修 那这时候 谁负责找人修啊 保管公司 所以保管公司在找人修的过程当中 他又支付修理费 他还要支付增值税 那么这时候保管公司的增值税是能抵的 对吧 您看一下啊 提供保险服务的纳税人 其实就是保险公司 这个您应该好理解 我们在前面讲增值税 增税范围的时候 讲过这个金融服务 销售金融服务 在销售金融服务里面 包括销售贷款服务 还有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 以及保险服务 还有金融商品转让 您还记得吗 这不就是妥妥的保险服务吗 说的就是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提供保险服务 如果是以实物赔付方式 承担机动车辆保险责任的 自行 这个自行谁自行啊 是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自行向车辆修理劳务提供方 购进的车辆修理劳务 其进项税额是可以按规定 从保险公司的销项税额中进行抵抠的 而且我们说纳税人 这个纳税人指保险公司啊 保险公司提供的 其他的财产保险服务 也是比照上述规定来执行 那说明保险公司是能抵进项的 等到我们讲下一讲的时候 就会讲哪些是不得在 销项税额里面做抵扣的 就会提到不是实物赔付了 而现金赔付 一旦是现金赔付的话 那自然就是人家 作为车辆的所有人 人家会得到钱嘛 对吧 你车坏了 你保险公司赔我钱就行了 我自己 我作为这个投保人 我自己去找人去修 那跟保险公司就没有关系 是不是 好 这个点大家了解一下 跟后面也会形成一个对应啊 下一讲就会提到现金赔付 好 接着我们来看 什么叫实物赔付 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 保险合同约定的是什么 说这个保险公司的赔付方式 是由保险公司将投保的车辆 修理到恢复原状 这个大家好理解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跟您说第八个点 这还是比较重要的啊 是关于国内旅客运输服务 尽项税额的抵扣规定 首先在这里面有个关键词 您看出来了吗 是内 就是国内旅客 那如果是国际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员工 他现在要到美国去 然后呢 公司说了 你到美国去开会吧 然后他肯定要买一张机票啊 假设买个 他就坐飞机去的嘛 那这时候 比如说他坐的是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飞机 然后他 因为是从中国到美国 相当于是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提供的是国际运输服务 我们在前面给您讲税率的时候 说有13%的 9%的 6%的 还有零税率 对吧 而且我们说 但凡用到零税率的 出口货物大部分都有零税率 然后就是国际运输服务 航天运输服务 你还记得吗 还有我们讲的 盐河 社广软 电信 夜离转 这些都是零税率啊 那么国际运输服务 就是最典型的 也就是说 当我们的员工 只要是我们企业的员工 从中国到外国 就是相当于是这个国际运输嘛 那么我们在买这个机票里面 这个价钱里面 比如说3800块钱这张机票 这张机票里面 根本没有赏税 因为中国政府 给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免税并退税了 他就没有转嫁到我们身上 他就鼓励这种 跑国际运输嘛 所以正因为 我们买的从中国 到美国的机票里面 没有赏值税 没有承担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不存在说 抵扣进向税额的问题了 但是同样还是这个员工 比如说3月8号去到美国 3月18号就回来了 然后3月28号呢 又派他到深圳去 他说我还是坐飞机去吧 那好 这时候你想 他从 比如说他从北京 到深圳 这叫国际运输吗 这不是 这是国内运输服务 那么他在买的这个机票里面 还没含增值税呢 当然含着了 所以此时这个员工 也是为了本企业更好的生产 更好的销售 所以这时候 他采购进来 或者叫做他买进来的 这张机票里面的建像 让底吗 让底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国内旅客运输服务 在这点在这个几年前根本不让底 但是慢慢的国家发现了 就这种国内的旅客运输服务是得底 因为他比较就是鼓励企业和企业之间 这个人员频繁的走动 对吧 就是去调研也好啊 去订货也好啊 去这个扩大销路也好啊 都是为了经济更好的发展 所以我们就说了 这个员工得是你们企业的真员工 而且但凡是你们企业的真员工 那么这个员工去了 就是为了这个企业好 就会给这企业带来更多的销项税额 所以他这种路途上 大家就承担过的镜像就让底了 您看 首先国内旅客运输服务 限于于您所在的这个纳税人 或者叫于您所在这个本单位 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员工 以及本单位作为用工单位 接受的劳务派遣员工发生的 就你接受的劳务派遣的员工也算啊 但如果这个员工 比如说这男的说 哎呀我反正也去深圳 我带着我的妻子孩子一块去吧 那么妻子孩子也得买机票 这时候他们的肯定就不能抵了 只有他自己的这个能抵 因为他是因工的 而且相当于是就是跟企业有关系的 对吧 这个时候才可以 我们来看 自2019年的4月1号起 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购进的国内旅客运输服务 其进向税额允许从肖像税额当中抵扣 您看从2019年让抵的 对吧 那就相当于是都能抵了四年了 那之前还是不让抵的 我们来看一下吧 这个纳税人指的就是您所在的公司吗 您所在的公司 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就以发票上著名的这个税额 作为它的进向税额 纳税人如果没有取得专用发票的 这时候我们就再按以下的规定 来确定进向税额 正常来讲 您想用国内的旅客 您就是代表公司去的 您要是坐飞机 您要是坐火车 您也跟普通老百姓一样 您要坐飞机呢 无外乎就能取得一个航空运输的 电子客票的行程单 您要是坐火车呢 您跟我们其他老百姓出行一样 都会取得这个铁路的车票 所以正常来讲啊 假设您这个企业 就是派的一个员工 坐飞机也好 坐火车也好 他也就是能取得这些 但是如果说我一派 我就派了30个员工出去 接受培训等等 那么他们往往可能会包机 可能会包机 但一旦包机的话 他可能就会取得增值税的 这种发票了 那就是航空公司会给他们开局 那就比较特殊的情况 对吧 所以这时候首先理解的 就是国内旅客这块 我们从2019年是让底了 但是呢 如果能够取得专用发票 那是更好 如果取得不了的话呢 那就退而求其次 还有一种呢 就会取得增值税 电子普通发票的 你发票上著名的税额 写多少钱就可以抵多少钱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如果您派公司30名员工 60名员工去外地 外国不行啊 外国你是零税率了 那个是没有进项 没有承担过进项 所以不能抵 去外地 那么你要取得专票 就用专票 你没有专票 你取得了电子普通发票 也行 但是考试的时候 他会考什么呢 他会考 其实派的就是一两个员工出去 这时候您取得的是什么 对 取得的是 航空运输的电子课票形成单 你看 但是如果您要是取得了这种 电子课票形成单呀 还有车票等等 那实名认证 还有我们后面说到的 公路也好 水路也好 其他课票都得实名认证 但是增值税的专用发票 以及这个电子普通发票 这个用不着实名认证 这就是人家航空公司也好 铁路也好 直接开给你们公司的 但这种比较少 对吧 人家铁路在乎你哪个公司呀 那全国人民这么多做的 对吧 他一般来讲就是 单独要是开给你们公司的话 你肯定人员众多 直接就 就是 就是类似于包机一样 对吧 您看一下 考试的时候他会考 取得著名旅客身份信息的 航空运输的电子课票形成单的 按照下列公式来计算 进项税额 那么这时候航空旅客运输的进项税 又得票价 加上燃油的附加费 这个您别忘了 这个燃油的附加费里面 其实也是含着增值税的 票价加上燃油附加费 然后除以1加9% 乘以9% 您知道为什么是9%吗 您别忘了 交通运输服务 它的税率就是9%的呀 所以航空公司那边 因为他提供的是国内的运输嘛 他要给国家交9% 所以我们接受服务这边 我们就可以抵9% 对吧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这个人是坐火车去的 取得了著名旅客身份信息的 铁路车票的 为按照下列公式 计算出来的进项税额 就是你票面的金额 因为我们是老百姓嘛 其实都是零售价格 那就相当于是承担了 9%的进项 你看我们是不是除以 1加9%乘以9%啊 没错 所以航空这块9% 铁路这块也是9% 但是如果这个员工说了 我既不坐飞机 我也不坐火车 我坐轮船 或者我就坐这个大发车 就坐那种大客 这时候我们需要您拿身份证去买票 如果是不能注明您这个身份的 是绝对不能计算里扣的 对吧 因为我们得跟您的这个企业的花名册得对得上呀 所以您看一下 说取得了著名旅客身份信息的公路 水路等其他客票的 按照下列公式来计算 你看这个公式上写的是公路也好 水路也好 等其他的旅客运输的进向税额 等于票面的金额 除以1加3%乘以3% 这时候大家就说了 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员工坐了飞机了 我的员工坐了火车了 拿回来这些票据 就直接由会计人员除以1加9%乘以9% 做进向税额抵扣 而我的员工坐船去的 或者坐那种客车去的 我们作为会计来讲 只能员工把票拿回来以后 除以1加3%乘以3% 您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我们在前面讲过没讲过 一般纳税人 在特殊的情况之下 是可以选择简易计税的 大家可以跟我翻开 我们的基础大通关上册的57页 您来看一下 我们在讲到57页的时候 您跟我找中间那个括号14 他说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 即使您是一般纳税人 也是可以选择简易计税的 当他选择简易计税的时候 您说选择简易计税就要用征收率对吧 那征收率凡是用5%的 都是卖房子租房子卖地租地 或者是搞人类资源 搞劳务派遣服务 这根本不是 所以也就是说 但凡这个跑水路的 就是船运公司呀 或者是这个客车呀 就大客车等等 他们即使是一般纳税人 也有可能会选择简易 所以国家也不知道 说我这个员工做了这个大客 在收这个票钱的这个交通运输企业 他是不是选择简易 国家真的分辨不清楚 所以就假设这个人 就是卖票的这个交通运输服务的 这个就提供公共运输服务的这个纳税人 他就是选择了简易 所以你但凡拿出客票 拿出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水路的票 就是我们说那个船票 那就是我们假设 他就是交了3% 他选择了简易 那你呢就是承担了3% 那你就只能比3% 但是为什么飞机和火车就没在里面呢 您来看我们的57页 在括号14呢 公共交通运输服务 扩湖不含铁路客运 也就是说这个铁路 中国铁路总公司 他是一般拿水人 他绝对不能选择 简易集税 为什么 因为他需要买的东西太多了 铁路公司 你需要买各种铁轨 需要买各种车厢 需要投资各种镜像 所以你不缺镜像 当你不缺镜像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必要照顾铁路总公司了 还有航空 航空他也是需要买各种东西 他也是不缺镜像的 所以您看一下 在括号14里面 他包括的都是轮刻度 轮刻度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轮船 还有公交客运 还有地铁 城市轻轨 出租车 长途客运 以及班车 也就是说您看看这里边 这个公路啊 水路啊 是不是我们说的轮刻度啊 是不是我们说的这个 这个这个长途客运啊等等 也就是说 收这个船票的 收这个客车票的 他即使是一般拿水人 他也可能选择了简易 当他选择了简易的时候 他就按3%给国家交的 那么这时候买票的人 你最多我也就 只能让你抵 3%呀 但是事情有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我买的是 这个船公司的船票 然后人家是一般拿水人 但人家并没有选择简易 人家就是按照9%交的 但是国家分辨不出来 所以只要你买了这种水运的 或者是客运的 就水路和公路的这块 通通都是按3% 自己来计算递口 就国家不能在这盲目的吃亏 分辨不清楚的 我们就只能让你按少的去递 看见了吗 3% 所以在这一定要分清楚 9和3的区别 为什么是3 是因为收票钱的企业 他用简易就是3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举两个小例子 你来看一下啊 一个是航空旅客的运输 说企业是一般拿水人 他的员工小张 2022年12月 乘坐飞机到国内 一定要注明是国内的某地出差 如果要是国外的话 那就不存在 进向税额的问题了 没有承担 他到国内 要是国外就不行了 他说来回的票价是2000元 燃油附加费是200元 这个燃油附加费里面 也是含着增值税的 没有取得增值税的发票 也就是人家这个航空公司 没有给他们开增值税 发票 只有注明身份信息的 航空运输电子客票的行程单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取得的 企业可以抵扣的进向税额为多少钱呢 特别简单 就拿2200 因为您是什么 航空 航空这块是绝对不允许 您选择 简易的 因为我们刚才说 选择简易的根本不包括航空 对吧 所以这时候您就拿2200 除以1加9% 乘以9% 你看 是不是2200 除以1加9% 乘以9% 那么这个企业 他就可以抵扣181块 6毛5的进向税额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铁路 一样的道理 他说这个铁路 这个现在是坐火车去的呗 这个企业员工小王 2022年12月 坐高铁 到国内某地出差 说来回的高铁车票 攻击600 有证明他身份信息的车票 可以抵的 那就是600除以1加9% 乘以9% 能够抵49块5毛4 所以正因为我们这个 从2019年4月1号开始 对这个国内的旅客运输 这块能抵进向了 很多快捷就很愁 哎呀 我们都是高管呀 或者是这个 这个这个差旅人员吧 反正他们回来 带回来的票 哎呀 我们都要进行计算 抵扣进向税额 就拿这个票 来价税分离 对吧 就是你看 出来的都是毛87的 都是几毛几分的 没办法 那也得抵呀 那是国家给咱们的政策 当过政府的规矩 对吧 好 那么说完了这个 关于国内的旅客运输 能抵进向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规矩 您知道是什么吗 是加计比减 进向税额 哇 这个绝对是真优惠啊 所谓的真优惠 就是真的 让这个一般纳税人 往税务局 交增值税的时候 可以 省 可以省下来一笔钱 就可以少交 那就是我们说的 关于加计比减的问题 这个加计比减啊 其实我还想说的是什么呢 增值税是被 这个欧美国家 发明啊 最先使用啊 最先设计 这个税收的制度 但是呢 从1979年 到我们国内 做试点 就我们给它引进来 做试点 一直到1994年 确立它的历史地位的时候 我们都是针对于货物的 因为增值税 这个税种 它针对于货物 征收 是非常非常的绝 非常非常的好用 但是呢 我们国家 从2012年的 1月1号开始 在上海等地的 交通运输行业 竟然打响了 营业税改正增值税的第一枪 然后一共改了 4年 04个月 就把这个所有 原来交营业税的行业 就都变成交增值税了 其实我个人觉得 这种 这种 这个大范围的 营改增 不是特别的 这个合情合理 所以就会造成 有一些行业 你比如说 这个 脚头发的 对吧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理发店等等 它这种 它跟货物毫无关系 它不是说 买进来原材料 然后我做成什么东西 我得把它卖出去 所以就会造成 有一些行业 伴随着营改增的 试点的完成之后 它的税负会非常重 如果它的税负不重的话 就会造成 它以前捡个头发8块 现在就得12块钱 就会增加了谁呢 增加了最终消费者的税负 但是我们在 营改增的时候 一个最基本的调调 一个最基本的宗旨 就是不能 这个增加纳税人的 税收负担 就不能让老百姓 最终多承担税款 所以呢 我们在 营改增之后吧 咱们国家 对于增值税的税率呢 进行了两次 两三次的调整 每次调整都下调 但是你会发现 我们最早 货物是基本的 税率17% 然后变成16% 然后变成现在的13% 对吧 我们现在13%的 9%的 但是您知道吗 关于用6%的是谁 我们前面可给您讲过 谁用6%呢 比如说 我们说2加2加1 用6% 对吧 那就是电信服务当中的 增值电信服务 以及金融服务 对吧 还有呢 就是现代服务 当然 现代服务当中的 租赁服务 它不用6% 因为租赁服务 租赁的是不动产 用9% 租赁的是 有形的动产 是13% 在现代服务当中 只有租赁服务 不是6%的 剩下全是6% 还有生活服务 是6%的 但是你会发现啊 像我们说到的 真正用到 刚开始在 影改增之后 你像电信啊 金融啊 现代服务啊 生活服务啊 他们从完成 2016年5月1号 完成影改增 试点之起 就是6%的 2016年的5月 到今天 都2023年 都快5月了 对吧 现在是7年了 这个6%的税率 从来没有发生过 任何下降 为什么没有下降呢 就是总局也会考虑 说如果把6% 再往下挪一下 挪成5% 它往往就会跟我们 前面说过 那个征收率 就会混到一起了 你看那个征收率 是不是5%的 卖房子卖地 租房子租地啊 还有一种呢 就是它一个是 跟征收率可能会混 另外一个呢 他们就这些行业 原来在交营业税的时候 它就是5% 如果今天 又由6变成5 好像又历史 又回流了 好像又回到了 营业税时代 所以 关于有一些行业 用到6%这些税率的 都没有变化过 都没有下 因为你要变化 不可能再涨税率 只能往下降 就没敢降 也没有 也不敢降到4% 但是我们说 这个中国的高官 都非常有智慧 就跟我们前面 给您讲过 在增值税 确定销售额的时候 还有一个差额确定呢 对吧 你像旅行社呀 还有一些行业等等 什么什么经济代理呀 我们都允许差额确定 那么在这儿也是一样 说有几个比较特殊的行业 我们是允许你 就买进来的 或者叫接受的 这种进向税额 你有一些行业 它就是进向税额少 它很少买东西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允许你的进向税额 给你加计多少 在应纳税额 后面给你减掉 其实就是相当 让你多减点 让你少往税务局交点 让你给别人减发的时候 该八块就八块 别涨到九块 别给老百姓产生负担 税务局在这儿 怎么办呢 它就采用那种 加计抵减的方式 这种加计抵减 本身这个内容 是非常简单的 你只要把这个 一般纳税人 他当期能抵的 进向税额求出来 比如说三百万 就拿三百万去乘以 百分之十 或者百分之十五 或者现在我们都变成了 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 就是求出来以后 就直接在你的肖像 减了进向之后的 应纳税额后面减就完了 这个政策最早呢 是在2019年 出来以后呢 就说了 什么样的行业能用呢 还真不是所有用百分之六税率的 你比如说真正用百分之六税率的 有电信服务当中的增值电信服务 基础电信服务都不是 对吧 基础电信百分之九 增值是百分之六 还有呢 就是金融服务 但是我们这个政策 没给金融服务 我们认为金融服务 你购买挺多的 你金融服务 你要购买各种安保服务啊 你要购买各种房产呀 购买各种车呀等等 所以我们没让金融服务 用这个政策 那么让谁用了呢 当然也不是说 都是百分之六的 税率才能用 比如说邮政 你看邮政服务 我们都知道 它的税率是百分之九的 对吧 但是邮政服务 它确实进向税额非常少 它基本上啊 就是我们邮局里面那些人员 到各个村 各个地儿 给大家送信等等 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生活当中 可能离邮局越来越远了 我们要买个东西啥的 全都是什么顺丰呀 中通啊 运达呀等等 但是您知道 边远地区 还是靠邮局 来给它送信啊 送包裹啊等等 而且邮局呢 它是属于国企的性质 所以在这里面 你会发现 邮局它可能会 给人家送信 送包裹 它会收一些 这个收入 销售额吧 它会有销销水额 但它可抵的进项 就比较少 而且又是国企 我们还是要照顾一下 而且有人说了 邮局就别要它 要它干嘛呀 我们还是那句话 边远地区 还是靠着邮局 特别就是老邵边区的话 那些运达呀顺丰啊 都不去的啊 那是挣不着钱的嘛 相当于是对吧 成本太高了 也收不了多少钱 所以我们要保护邮政行业 就是说允许邮政业 也是可以加计抵减的 那么真正可以加计抵减的是谁呢 就是邮政服务 邮局 还有电信服务 这个电信服务 相当于是不管 您是提供增值电信服务 还是提供什么 什么基础电信服务 只要您是电信行业的 我们都允许 对吧 邮政服务 加上电信服务 还有谁能用呢 现代服务 以及生活服务 那么这周你会发现 有很多企业 它是多种经营的 我又有交通运输服务 我又有邮政服务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能界定出来 您这个纳税的身份呢 我们就看您的销售额 如果是邮政服务 加上电信服务 加上现代服务 加上生活服务 就是这些销售额 占到您全部销售额的 大于50% 那您就可以用这个政策 所以大家跟我来看一下 在加计抵减里面 我们分成生产和生活服务业的纳税人 纳税人含义 是指提供邮政服务的 本身是用99%税率的 还有电信服务的 电信服务 它的税率是9%和6% 对吧 还有现代服务 现代服务 只有租赁服务 不是6% 生产是6% 还有生活服务 说这四种 你看这不是我们将 前面跟您说增税 增税范围里面 销售交通运输服务 第一个 销售的是邮政服务 第二个 销售的电信服务 就是第三个 第四个是销售的建筑服务 没有 第五个 金融服务 没有 第六个 现代服务 有 第七个 生活服务 有 对吧 那也就是这个纳税人 一定是指你得是销售邮政的 或者销售电信的 或者销售现代的 或者销售生活的 你这种销售这些 你的销售额 看见了吗 占到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 一定得是大于50% 你等于都不行 你等于等于一半对一半了 那你的身份还不是以邮政为主 你的身份还不是以电信为主 你的身份还不是以 现代和生活为主 所以也不行 那也就是说 在2019年的4月1号开始 我们当时是对所有的 这四大行业吧 你可以理解 什么邮政行业呀 什么这个电信行业呀 现代服务行业 生活服务 这四大行业只要界定为 销售额大于50%的 您都可以从2019年的 4月1号开始用这个政策 但是您这有一点 在这四大行业当中 有一类行业又出来了 不干 你知道哪类行业吗 就是生活服务 生活服务就是我们说的 什么餐饮住宿呀 教育医疗呀 文化体育呀 旅游娱乐呀 还有居民的日常服务 就是我们说的理发店等等 他们不愿意了 他们说了 家计抵减是真优惠 但是优惠的 对于我们这些行业 就对于我们这种生活行业来讲 力度还是不够啊 所以国家也考虑到了 哎 可能他们确实 跟前面说到的 现代服务啊 还有什么邮政服务啊 还有电信服务啊 比起来 他们可能 人工占的会更多 也很少去买什么东西 对吧 那么这时候 要不然这样吧 我们相当于是在6个月以后 在2019年的4月1号 加上6个月 就是2019年的10月1号开始 就给了生活服务的纳税人 加计抵减 15% 你看 在这一个叫做生产和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 这边就叫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 你看 他是不是中间差了半年呀 也就是说在2019年4月1号开始 所有的这四大行业 你主要计定为 以这四大行业为主 为主业的 就大于50%的 您都可以加计10% 你的现象税人 比如300万 你就可以 在英纳税人后面跌 30万 但是半年以后 我们就单独的 把生活服务业的纳税人 拿出来了 说你们别乘以10%了 你们乘以15%吧 从什么时候 从10月1号开始 看见了吗 生活服务业 是指提供生活服务取得的销售额 占到全部销售额的 比重超过50%的 也就是相当于是 在四大行业当中 把生活服务单独拿出来了 拿出来以后呢 你看优惠的政策 是按照当期可抵的 进向税额 你看我们能不能抵的 进向税额 我们都讲过了 能抵的 前文都讲完了 对吧 当期能抵的进向税额 加计10% 去抵减应纳税额 你看 它是抵减应纳税额 应纳税额非常简单 一般纳税额不就 消向税额 减了进向税额 之后那个数就应纳了 所以它在那个应纳税额 后面减掉 那就是真金白银的 这是真优惠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 在这讲的 加计抵减是真优惠 等到我们后边 讲到本节的 那个增量留底税额 存量留底税额的退税 那都不是真优惠 那个其实如果 那个退完以后 大退之后必有大征嘛 对吧 进向都退给你了 那么此时 你下次 比如你下个月 卖的特别多 消向很大 你都没有可抵的进向了 所以您记着 这个加计抵减是真优惠 为什么要给 这四大行业真优惠呢 邮政行业 必须要保持 要不然老烧边去 没人管了 对吧 电信服务业 也得帮助一下 因为我们中国 电信三大运营商 都属于国企 而国企就压力 还是很大的 因为你像我们国家 你走到哪个角落 基本上都有网络 就是因为 三大运营商 都把网布开了 那么它在布网的过程当中 其实它也是 有就是很多的资金困难 等等 所以我们也要帮助一下 还有现代服务和生活服务 这两类服务 其实原来都是交营业税的 过来交增值税 真的有点水土不服务 所谓的水土不服务 就是进向真的很少 消向很大 税负很重 然后就 它就只能通过 给老百姓涨钱啊等等 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要给它 压下去 对吧 那么这时候 我们就允许他们 加计抵减了这四大行业 然后在四大行业当中 半年以后 我们就把生活服务业 又给它进一步的加计了 由十变成十五了 能理解哈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那你当期或者当月 既提加计抵减额 到底怎么算的 特别简单 就以你当月的 可抵的进向税额 作为基数 所以您看一下 当期我们计算提出来的 加计抵减额 就等于当期 可抵扣的进向税额 比如说 当期可抵扣的进向税额 是三百万 就拿三百万乘以百分之十 或者如果您是生活服务 从2019年10月1号以后 那您就是乘以百分之十五 按照现行规定 如果是不能从 销向税额中抵扣的进向税额 当然就不得 既提加计抵减额了 因为它是以 可以抵的进向 作为基数吗 我们后面就会给您讲 哪些是不能抵的 那你不能抵的 你就不能作为进向了 对吧 那你就更不能作为 加计抵减额 后面说 已经按照规定 既提了加计抵减额的 进向税额 按规定 如果你进向税额 本身做了转出的 好 应该在进向税额 转出的当期 相应的调节 你的加计抵减额 其实这句话也很简单 什么意思 我们后面就会给您讲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 都是可以抵的进向 我们后面就会给您讲 哪些是不能抵的进向 那么在这呢 给您举个例子 您听一下 比如说呢 我们现在是一个餐馆 餐馆肯定就需要买白糖 也需要买盐 我跟你说盐啊 这个东西 它的税率可是9%的 但是白糖可是13%的 对吧 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啊 你说不是生活服务吗 好 我们现在买 买10万块钱的盐 那么我们除了给人家 10万块钱之外 我们还要给人家一个 10万块钱乘以9% 我们来看一下啊 10万乘以9% 等于0.9万的进向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又买了10万块钱的白糖 因为我们是餐饮行业 我们需要买盐和糖 那这个时候呢 我除了给人家10万块钱的白糖钱 我还需要给人家1.3万的进向税额 这都没毛病 我们当时都抵了进向税额 因为我们是一般大税员嘛 我们是一个大的餐饮公司 对吧 您应税销售后超过500万 但是没成想 这不快过年了吗 发现也没什么给员工的 要不然这样吧 就把这糖 10万块钱白糖 我们给员工发福利吧 在这种情况下 您就会想到一个事 我们前面是不是说过 现在是你够进的白糖 用于集体福利 用于个人消费 进向是压根不让抵的 但是您当时买的时候 没成想给员工发福利 当做原材料了 是让抵的 但现在不让抵了 要做什么 进向税额的转出 因为你外购的 用于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也没让您适中销售 没让您适中销售 就没有消费 进向自然就不能抵了 对吧 那你已经抵完了 要做进向税额的转出 当你做进向税额转出的时候 比如说下个月 您才给员工发的福利 你就会想 哎呦上个月我还抵过 1.3万了 而且这件事情 如果是发生在 2019年的7月份 还没有到10月1号之前 所以当时 它是按10% 加计抵减的 那不就相当于是 乘以10%吗 1.3万的10% 就是0.13 相当于是 1300块钱 加计抵减了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 改变用途了 你要做进向税额转出 那你这1300块钱 其实就是应该调节 你的加计抵减额 你没有这个钱了 对吧 所以你看一下 是不是相应调节 您的加计抵减额呀 哎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您了解一下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 说当期可抵减的 加计抵减额 就你当月能抵多少钱呢 您就看看 您上期 或叫上月月末 有没有没用完的 然后这个月 您有没有可抵的进向 如果您当月 有可抵的进向 你就拿当月可抵的进向 乘以10%或15% 相当于是新增 然后您再看看 有没有调减的事 你像我们刚才 刚才算的一个 当期调减 加计抵减额 有 就给它减掉 对吧 这就完了 所以我们说 当期可抵减的 加计抵减额 挺好算的 无外乎就是上期期末 看见了吗 上期期末 有多少余额 加上本期新增加的 减掉被调减的 这个政策说到这儿呢 你会发现 它的截止日期 都是到2022年的 12月31号 那么接下来 就是我们今年的 1月1号 其他内容全部变 国家实在有些扛不住了 国家受三年疫情的影响 又是疫苗 又是什么 各种救治啊 没什么钱了 所以说对这四大行业 也说我还是会管你们的 我还是会给你们照顾的 真真照顾 但是这个加计抵减比例啊 真的不能再按照 原来的10%和15%了 都少减点吧 各自减下去5% 所以到从今年的1月1号 到今年的12月31号 我们在加计抵减比例这儿 如果是生活服务 有15%变成10% 如果不是以生活服务为主的 那就相当于是邮政啊 什么电信啊 什么现代服务啊 那就有10%变成5% 所以下面这句话 在落款这儿 您来看一下啊 从2023年1月1号 到2023年12月31号 你看生产性服务也拿水人 加计抵减的比例 由10变成了5 生活性服务也拿水人 加计抵减的比例 由15变成了10 所以在这儿呢 您就可以自己在您的这个书上 您在这儿 就把这个10变成5 就把这个15变成10 就OK了 其他的全都一样 没有任何变化 就是国家实在是有点 这个抵减不起了 这个加计抵减是真优惠啊 有点国家受不了了 所以就把比例下调了 其他的他的来龙去脉 我都跟您说了 最早的政策 就是在2019年的4月1号开始 8年以后又把单独把生活服务 拿出来了 所以这个政策一执行 可没少执行 从2019年的4月1号 到2020年 到2021年 到2022年 对吧 三年多呀 一直就是按照这样的加计抵减 所以国家的税收 这个政策出来以后 真的是减税降费了 就是说政府要过几日子吗 因为他在税收方面 确实给了纳税人 很多真正的优惠啊 三年多以后吧 相对于是从今年1月1号开始 我们就把比例下调了 这个大家会算就行 其实当我们算这个当期可抵减的 加计抵减额是多少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期初 加本期新增 减掉本期的调减 对吧 当然问题又出现了 如果我当月 肖像减进向的应纳税额 假设是60万 假设我的应纳税额是60万 而我的可抵减的加计抵减额呢 算完以后 期初的 加上本期增加的 在减掉中有调减的 减完以后是75万 这时候 不会给退税的啊 这跟我们后面讲的 那个增量啊 存量 留给退税不一样啊 这个就相当于是 您就相当于是本月 不交了就完了 然后相当于是 您在期末 还留了一个 15万的 加计抵减额 对您下个月来讲 就是您的上期末的 加计抵减额 能理解吧 所以这个 应该挺好理解的 对吧 你比如说 我肖像 减减项以后 应纳是额是个60万 但是我的 加计抵减额呢 是20万 那就相当于是我 毛税我去交40万 就完了 其实这部分内容呢 它没有多难 对吧 那么我们给您讲完以后呢 主要您要是 会也好 不会也好 怎么体现出来呢 还是从大体上 入手 啊 我们慢慢的 就在CT版里面 会给您讲 增值税里面 应该掌握那些大体 我们就会把这个 加计理解的问题 给您插进去 然后让你 只要通过大体 能够练上手 就OK了啊 这一般来讲 考试不会考那种 单选啊 多选啊 等等 它一般来讲 就在综合体里面 告诉您 这就是一个 餐饮行业 这就是一个什么 这个提供商务辅助呀 提供物流辅助啊 那你全都是属于 现代服务啊 对吧 两个跟技术相关的 研发和技术服务 还有信息技术服务 他就会说到这些行业 就只要是我们前面 跟您说的 现代服务 还有邮政服务 还有电信服务的 纳税人 对吧 那他这个题目 一出来以后 你就会想 只要是这四大行业的 他一定就会涉猎到 考核加计抵减额的问题 对吧 那么这个加计抵减额 不就是你 当月能抵的 进向税额 乘以5% 或者乘以10%吗 但是你得看 他这题目给的时间 如果这个题目 他给的时间是2022年的业务 那还真得按 15%和10% 来进行加计抵减 但如果他给的是 今年的业务 2023年的业务 那就是都下调了5% 对吧 所以这个比例 大家还是要知道的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就已经把 第四节 一般计税方式下 应纳税额计算当中的 第二个问题 关于 进向税额的 确认和计算里面的 第一个方面 就是哪些是 可以抵的进向税额 我们不光给你讲了 哪些是可以抵的进向税额 我们顺便还给你讲了 邮政行业 电信行业 现代服务业 生活服务业 他们不光能抵 这些这些进向 还能可以做 加计抵减 他这算出来 加计抵减额 是在应纳税额后面 做减法的 这个你要知道啊 他不是把进向税额变大了 他是把应纳税额 给他变小了 能理解吧 好 那么本讲呢 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一讲进入到的 就是哪些 是不能在肖像税额后面 抵掉的进向税额 谢谢同志们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